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很高兴跟各位又可以一起共修大圣庄圆经论 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讲到156个基寿 关于在科判的部分我要稍微更改一下 我在丙六的部分 丙六的部分我还没有跟光州说 所以我还没有更正 它这个是接下来143跟144送 143跟144送 因为可能就是在我们又很注意 然后跟各位报告一下 丙六的话事业无分别任意成就的功德 是143跟144送 好 那在这个部分 好 我们现在来看教材的部分 第30页 第13行 156记送 156记送是在于夜圣僧 我们分十个科判 来讲夜圣僧 佛的功德 那156送 我们上次已经有讲 这是属于不入智慧业 佛不入智慧业的部分 那在157送 就是在讲那个佛果教 二圣的解脱事业 输胜的部分 就是我们大圣比二圣还要功德殊胜的部分 我们就是由第157送来说 那158送的话就是总结 从相圣僧 促圣僧跟夜圣僧 做一个总结 就158送 那再下来的话 我们大概稍微 再来的话就是 佛的第八个部分 就是法界清净本性不变的功德 就用159送 那第9的 再来是160到169送 总共10个祭送是在讲 那个佛转移无量变化的功德 然后他又分作两个 就是佛无量变化跟二圣的差别 这是我们从大圣庄严经论 整个那个赤地来讲 整个赤地来说 都是为什么叫大圣庄严 所以他这一本经的话 他有就是这里又点出来 就是佛无量变化跟二圣的差别 然后再来就是转移无量变化的分类 就用162到169送 那今天大概我就是 跟各位就是大概报告到差不多是这里 应该也是这样已经很多个祭送 如果是讲得太快的话 又怕各位就是在于就是义理上面 就是不能够融通 然后跟各位菩萨报告 很赞叹我们这一次班长 就是他真的是有深入 有深入到我们这个佛法的经营 那他提出来的这四个 四个真的就是菩提品他的重点 那希望各位菩萨 能够花个心思 做一下作业 这里他提出的这四个 就是中观跟为世的空 然后还有就是一切法 对一切法的认识 那一切法当然是包括有为法跟无为法 然后再来就是对非空非不空 这个我们在之前都已经有讲过 希望各位菩萨对这个都有 比较深的认识 因为你如果不去探讨义理 人家告诉你答案的话 你永远就不会有那个 你对这个义理就不会有印象 所以希望各位菩萨可以就是 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 在于虚妄分别和空性的关系 这都是我们大声专业经论的 整本经讨论的重点 那希望各位菩萨可以就是 在于这四个意理 就是他提出来的四个问题上面 稍微下一下功夫好吗 好 那我们就不在课堂上面讨论这个 我们就直接就是直接进入到156宋 我大概156宋 我再稍微我们再讲一下他的意理 我刚刚帮各位已经就是科判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就是进入到祭宋里面去 156个祭宋是 我刚刚已经说夜深深不入智慧夜的部分 好我再念一次 譬如诸日光 所有云等意 庆界诸佛智 所有众生障 这就是佛不入智慧夜 为什么 因为众生只因为无始以来 众生无始以来 是不是受到烦恼障跟所知障 因为这个叫做无明 然后遮蔽了我们的自信 而缺少了智慧 所以我们虽然就是有经过佛法的教导 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误入正道 所以生生世世 就在三界不断的生死流转轮回 所以众生的遮障 它的遮障 我们众生无始以来的遮障是什么 就是业障跟罪障 造了无始生口意 善恶业 造了无数的罪 这样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的日光 被乌云给遮蔽了 遮蔽了一样 所以障蔽了我们 可以成佛 然后可以解脱 然后可以证得佛字 的感化 然后所以我们的众生的自信 就没有办法显发出 我们众生的佛性 好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讲 好 四曰 此迹显示法皆不作业 遍如日光云等为义 事故不造 如是佛光 众生过失为造 五着多故 事故不有所作 所谓这个是所谓的 我们的那个 这里可以用五着恶事来说 五着恶事来 他他这边有讲 如是佛光众生过失为造 五着多故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已经有介绍过五着 五着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是根据 《欧密陀经》 《沙婆世界》 他点出《欧密陀经》 说沙婆世界是不是五着恶事 所以他在最后是不是 说众生啊 就是有杰拓 见拓 烦恼拓 众生拓 命拓 忠 这个是《阿弥陀经》里面的经文里面 就有显示 那我们在杰拓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上个礼拜有说 我们是有八万四千岁 有每百一百年就减一岁 到现在你看 我目前是百岁吧 现在还会在 在于我们佛法的 末期啊 会减到剩下八岁 那你看现在 他这一百年减少一岁 是减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们人寿 三十岁的话 就是有寄井之灾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 预言了 对不对 所以之前不是大家都一直在那里存迷 其实他在我们减到三十岁的时候 人的寿命减到三十岁 就是会有寄井之灾 减到二十岁的时候 我们就有奇异之灾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那个 奥美考不是吗 这就是我们的奇异之灾 然后减到十岁呢 那就有刀兵之灾 你看他那时候到时候八岁的话 我们减到剩下八岁的时候 用每一百年又会再增加一岁 你看这样要经过多少的 多少的岁数 然后才可以再增到八万四千岁 多少一节 然后你八岁的话 你只要 就是随便就是 割一个芒草 就可以杀人了 所以我们这个 减到十岁的时候就有刀兵之灾 所以我们的世界的众生 我不受害 所以他这个叫做 杰酌 那我们上个礼拜是用例子 那这个的话 这一次我就用名相来解释 那剑酌的话 所谓的剑 是不是就是会产生邪剑 不正见 不知见 所以他在这个 建筑的时候 就是正法跟相法都已经灭尽了 那木法时代的众生 他就开始知见不正 邪见日真 而且他们那时候 他们根本不知道修行 这就是建筑 那烦恼酌的话就不用说了 各位一定就会 对这个名相 我们是要用这样子的来理解 不是把它背一背 就是杰酌 剑酌 烦恼酌 众生酌 命酌 太好背 只是把它拿来当名相用 我觉得这对我们的修行 并没有什么注意 在于烦恼酌的部分 就是用贪嗔吃慢痿 只要是这些烦恼的话 都可以扰乱我们的身心 所以叫做烦恼酌 再来就是众生酌 在众生酌的部分 是因为众生都吃贱 就是上面的建筑 就是吃贱不正 是不是就会烦恼复兴 就会让我们的烦恼 来扰乱我们的心性 然后我们认为就是 只要对自己有利益的 不知道要修善去恶 因为根本就不怕 会有恶业的果报 所以导致我们的福报 我们的福报就渐渐的衰微 那你福报衰微的话 你的苦报是不是就俱增 这叫做众生酌 我都用最简单的方式 跟各位解释这些名相 就是希望各位 就是在于这些名相上面 就是以后会越来越熟悉 那在命拙的话就不用说了 八万四千岁 渐渐减到八岁 所以我们 因为我们的恶业增加 致使我们的寿命一直 慢慢的锐减 好 所以因为我们沙婆世界 有这五拙的关系 所以才叫做恶事 五拙恶事 所以有一次摄地佛 他就很不了解 他就问 佛陀说 那为什么诸佛的国土 都是如此的清净庄严 那为什么 释迦佛你的国土 是如此的污秽啊 他就为什么如此的污秽 而且肮脏 然后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 就用脚趾一按 就现出了我们 我们现出了日月四周啊 日月四周 金河茂树 然后繁花盛开 都这些灿烂的景象 就是现在眼前 释迦牟尼佛跟舍利佛说 这才是我的清净国土 那为什么会 会你们 我们众生看到的 沙婆世界是这样子的 灼慧不堪呢 为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众生业力的关系 我们众生业力的积极 所以让我们的沙婆世界 如此的污秽不堪 好 所以因为沙婆世界 也是因为沙婆世界充满了苦 所以才可以让我们这些众生 得以啊 得以修行 然后增长我们的福业 增长我们的福业是为了要怎样 增加我们的福会的质量 那佛陀我们从前面就开始一直讲 佛陀他是福会两族尊 他是福会两族尊 所以他我们要就是积极 福德跟智慧的质量 当我们圆满成就的时候 这是我们正德 无上正觉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沙婆世界的苦 就是我们 就是增长我们福会二之粮 我们就是在这样子 如此的 如此的 三大欧生其节 不断的修行 静静退退 可是各位菩萨 原来退步是向前 你看舍利佛当初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他的之前的故事 因为现在今天就是 课程有点请重 不再重复 你看他也是从退了 然后在那个释迦佛 释迦在沙婆世界的时候 他就证了欧罗汉国 在妙法连华经的时候 他是有受到佛的受祭 当来以后 必定成佛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下一首祭送 150 156个祭送 大概各位 各位菩萨 你们应该就是对 156个祭送应该有 因为经过上个礼拜 跟这个礼拜的解释 你们应该会对156个祭送 因为他 这个都是辟喻 辟喻他 所以他在那个 就是 士的部分 士卿菩萨士的部分 聚送的话是弥勒菩萨 我是以这样子来判定 那有的他是说 那个 聚送的话是弥勒菩萨 然后那个 士的话是五足菩萨 那都没有关系 我们在士的部分 他都讲得很白话 那我们只是把一些 名相的东西提出来讲 让各位增加 增加那个 对这个士的了解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下一首祭送 下一首祭送就是 佛果跟二圣比较的话 的卸托 是以佛的事业最为殊胜 所以来讲157首祭送 我来念一下 157首祭送 好 譬如 知灰力 染医 种种色 境界 行愿力 泄托 种种痴 好 他这一首 祭送 他是 就是 譬如 这个知的话 就是滋润 增加的意识 以前的话 在以唐代染身符的方法是 在白布上面 就是涂上一层 那个泥灰做染料 那如果是印度的话 印度的话是用打一个结 然后去染射 那你打结的部分 因为他打结的关系 所以那个部分 你就没有办法染射 那你其他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染得非常的灿烂 好 那这个就是 就是表示就是说 我们在打结的部分 就像是二圣 他是不得解脱 所以他没有办法受佛法 真正泄脱的训染 所以没有办法像佛的功德 如此的灿烂 好 那再来就是 我们看一下一个就是 染衣种种色 就是因为他有 渲染的关系 所以他染 这个染就是染料的意思 染成了种种的颜色 然后境界就是 这个境界就是佛衣 下面全部都是用境界来说 那这境界的话 就是佛衣清净的法界 这个境界就是 佛衣清净的法界 然后 他的境界 他的境界 佛的清净的法界 他的这个境界是 依什么 依行愿力 那佛卸托 后得志 后得志的关系 因为佛衣 因为佛衣众生 种种的根性 来说 种种的法 所以来说 佛的泄脱 后得 种种的志 然后 因变化生 然后 跟 不同根气的众生 说 种种 不同的法 所以 所以后面 就是写 佛卸托 后得的 种种志 为不同根气的众生 说种种 不同的法 这样了解吗 好 那这一整句的意思 我再 跟各位再讲一次 就好像我们唐代 染身符的方法一样 是在白布上 那这个的话 它是用硬度 硬度是用打结以后 然后再染射 那 解结了以后 就会出现 没有打结的地方 全部都有染上颜色 染上灿烂的颜色 那你打结的部分 就是还是白色 因为 颜料没有浸进去 等于说 它对佛法的 的见解 没有办法渗透 所以它打结的地方 认为是白色 那你已经有染过色的图案 是不是更加的灿烂 所以说在同一块白布上 你就是有 我们受过佛法的训染 所以有染跟没有染的分别 那二圣果 他因为他入无余一的关系 他就是没有再去度化众生 佛却度化无量的众生 然后甚至有积聚浮惠两个枝粮 所以让他的颜色更加的灿烂 那因为二国 二圣 他的泄脱就 泄脱国就是直接入无余一涅槃 所以他就像打结的一样 所以他就不再度众生 不再度众生 他怎么可能会有殉难的 这些殉难的颜色 那是用这样子的来解 所以真的佛是善批育者 对不对 真的 好 但是由于佛果 就是因为有佛 就是佛会 福会的圆满 还有 除了佛会的圆满 并且能够断尽所支障 二圣是不是只有那个烦恼断 断尽 得解脱国而已 那那个佛是得到 大解脱国 并且断尽所支障 跟习气转一 你看那个 我之前有讲那个 就是 舍利佛 他称习未断 就是他们虽然是说没有烦恼 可是他们的习气 就是都还没有未断 所以他在这里就是 转成 什么叫做 转移成大菩提国 他就是断尽所支障跟习气 就是现行跟习气 总之全部都断尽 都转移成大菩提国 所以佛果的解脱事业 是叫 二圣 欧罗汉 欧罗汉果 更为的殊胜 所以佛 称为什么 大阿罗汉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誓约 好 我们读一下 诗经菩萨 来解释这一句 祭奏 此句 无漏法界 卸脱的 卸脱制的种种业用 然后他显示这个解脱制业的种种业用是 可以得知种种的净 什么样的净呢 就是知道就是众生的种种根性 来说八万四千法门 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种根性 所以佛说八万四千种法门对治各种众生的种种烦恼 好 他就是得知这种种种的净 那譬如 个别的衣啊 因为有这个染色 滋染的这些灰泥啊 还有这些染色啊 所以这个地的缘故 那有处就是有的衣服得以染上 就是得以染上这种种的色彩 好 有的衣服啊 没有办法染上种种的色彩 就是因为打结的关系吗 好 然后那三圣 三圣就是 生文元诀跟菩萨圣 这三圣是依这个清净法界 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 那有行愿力 什么样子的行愿力 就是有处得种种色啊 好 这些行愿力 所以诸佛的解 断葬这个解脱啊 好 就是断烦恼杖 得大写托 好 断所知葬 得大菩提 就是得到这恶果啊 所以得种种的 好 泄脱的智慧 那二圣 那二圣 因为断葬 他是正的解脱果 因为他是断烦恼杖 没有断所知葬的缘故 而且又入屋 而且又入屋于一涅槃 所以他不得种种子 所以不是有一个老猎人吗 他就是无数亿解以之前啊 念了一句佛号 你看 大木建年 他是大神通者 他也没有办法得知啊 是因为佛回来了以后 他才知道就是说 这个老汉 因为之前就是打猎的时候 因为遇到老虎啊 然后他吓得爬到树上的时候 大喊了一句拿谋佛 他只是因为这句佛号 所以才得以啊 跟佛啊 有很深的因缘 有很深的因缘 可是你看像大木建年 他是我们都是知道 大木建年是正神通第一 可是他都不得以得知 是佛才得以得知 所以这就是 二圣 跟那个佛果的 卸托的 所证得的智慧 跟那个种种智的不同 所以我们 这句就是 譬如我们将白布 打了一个结以后 染色 结结以后会出现 打结的地方啊 一样是白色 没有打结的地方才可以 渲染成各种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所以同一个白布上面 同时就会出现 白布 跟染色的部分 就同一个白 那这个就好像是 我们 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 要跟各位报告 这就是我们 因地的发愿 因地的发愿 跟善辈 浮惠二种之良 因为 就是佛在 因地的发愿 跟善辈 二种之良 就会出现出 我们解脱中的智慧 所以显发出来的差别 所以 诸生文 虽然是断尽了轮回的痛苦 就是我们根本的烦恼障 以得解脱 入无于一涅槃 那佛也是啊 佛也是有断烦恼障 跟他的 跟习气 解脱了轮回 可是佛 还有断尽了什么 所知障 而且他又 在于福慧的部分 因为在数世 数世以来 在因地的发愿 并且 并且在因地 二之良的圆满 所以 那令他能够 现前大智慧 所以 他在于 成熟 众生 相续的智慧 就能够显现出 无量无尽的 神通变化 当然是 并且就是因为 跟这个二圣的不同 所以他在于 福慧 二之良的圆满 现前出来的大智慧 就跟二圣的 的智慧 的泄脱的智慧 泄脱的烦恼的智慧 就不一样 所以由于 由于佛 他正成的佛果 除了要 除了断尽这个 烦恼障跟所知障以外 他才能够转这个谜子 是不是二圣 他是谜 其实他对一些 那个所知的部分 他是不知的 所以他是谜 阿妙的话 是我们凡夫众生 这在《为社论》上面 讲得非常地清楚 他是转谜子 然后可以正得 真如的 真正的抉择 这就是佛 所以他是将八世 八世中的有肉种子 转舍 转舍 转得无肉 这个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各位要知道的 那就是转舍 转得 纯散的无肉种子 那这些纯散的无肉种子 他就生起 四字 就是转 前五世为 成所作字 转第六世为 妙观察字 转第七世为 平等性质 转第八世为 大元经质 那各位知道 六七世 因地转 五八世 国地转 好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名相的知识 好 好 那就是 穷未来记 穷未来是 佛最重要的 不论是他成佛 因地前 或是已经成佛了 他都是为了要 成熟众生 令众生 得以成佛 好 那这佛果的 试制是 二圣 阿罗汉 他所不能够圆满的 他没有办法 圆满成就的 所以佛果的 卸托事业 跟二圣 相比较的话 是不是 就比二圣 殊胜 那这就是 第一百五十七首 祭奏 好 那我们再讲 一百五十八首 祭奏 一百五十八首 祭奏的话 他主要是总结 上面我们所说的 从相圣身 相圣身的话 是不是 一百四十五 到一百四十八 相圣身 那畜生身的话 是用一百四十九首 祭奏来说 那夜圣身的话 我们刚刚用 十个科判 来解释夜圣身 就是从一百五十首 祭奏 律师 讲到一百五十七首 祭奏 一百五十七首 祭奏就是用 大圣跟二圣 他 哪一者 最为殊胜 然后做一百五十七首 祭奏 好 那一百五十八首 祭奏就是为了要总结 这三种 圣身 好 那我们来看 一百五十八首 祭奏 那一百五十八首 祭奏 我们念一下 无漏戒圣身 相处也三种 诸佛如是说 辟如染化空 好 他这首祭奏就是总结 相圣身 处圣身跟夜圣身 那这个意思就是 这首祭奏就是 无漏戒 无漏法戒就是佛 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 及圣身 所以他用 从一百四十五首祭奏 到一百五十七首 祭奏 来解释 相圣身 处圣身跟夜圣身 那诸佛如是说 就是因为 佛知一切法 好 这就是我们班长 要让各位知道的 什么叫做一切法 一切法是包括 一切有违法跟无违法 那佛知一切法 然后才能够为众生说 八万四千种法门 来说一切法 所以他就譬如 譬如这个色 来渲染整个虚空 我们众生不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的一生 原先就如虚空一样 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 无名一念起 因为无名一念起的关系 让我们因为父亲母血 入胎以后 至出生 至出生以后 我们就至到苦 所以我们刚开始出生的时候 我们是一定要替苦 开始的以后就开始走出 在一步白白的步上 染上我们这一生 我们就是好像是一部戏剧 我们其实就是里面其中的主角 要演好 主角不一定是演好或坏 主角的话就是你开始主导这一部戏 我们开始主导这一部戏的时候 你看像我们眼睛明明是平行的 可是我们看事情的时候 真的有平等吗 不可能平等吗 一定都是以自己为重要 你看我们耳朵是左右各一侧 其实我们应该要听 收纳所有的声音 可是我们有吗 我们一定是听一方之指 我们嘴巴只有一个 可是说出来的话 真的跟你内心所想的是一样吗 我们真的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所以我们真的在于 我们的身口异形上面 我们有下过功夫吗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本大声中言经论 从我们次第上面告诉我们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158 所以他在这一个总结 我来大概讲一下这个总结这一句 所以其实一切法 其实都是离言置信 他是离言置信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依明言而说法 佛一定要依这个明言来说法 相信各位都一定知道 因为如果不用明言来说的话 就像为什么一定要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自信本空 为什么一定要讲非空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空性 所以要用非空来解释 可是为什么又要讲非不空 因为我们对非空又不认识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非不空来解释 所以佛陀他就 所有的 就是为什么 就是佛说了这些意理 是对佛陀来讲 他是用他的自信来说 佛经 对不对 可是问题我们这些众生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才需要 这些菩萨来讲这些论述 说实在 讲的这些论述 本来不会说非常的不明白 讲了以后更不明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智慧 一直被 就像 就是我们在这个教室 如果不把这个灯打开的话 光明一直没有办法现行 显现出来 也可以这样子来讲 这个叫做如来藏 一般对如来藏 解释的太 网络上面解释的太多了 各位能够明白 如来藏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在后面的这个部分 他会把如来藏 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那其实我们在前面 那其实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有讲 就好像我们的眼睛 蒙上了一层膜 好像得到白内障一样 让我们没有办法显现出我们的 本来的佛的本性 所以众生本具佛性 那为什么你还是凡夫啊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无时以来 都被这些 贪嗔痴脈蚁 这些所遮掌 所以很像一层一 隔绝 就像一个 一面镜子 谋上了厚厚的尘埃 所以让那个镜面 没有办法显示光明 让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东西 很清楚地看见 事实的真相 我们一直轮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黑暗的世界里面 我们都觉得 我们这样子是很快乐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让我们一直轮回在三界里面 所以才叫做如来障 我们本身 本来就有光明的 可是因为就是 我们众生无时以来 受到这个演义啊 演病 受到这个灰尘啊 厚厚的灰尘啊 所蒙障了 所遮掌了 所以让我们的如来的本性 没有办法显发 好 所以我们总结这个无露界 圣身有三种 就是从像生生 处圣身 夜圣身 三种来描述 那我们法身 真如的佛果的境界 佛果的境界 就好像我们在虚空 涂抹的色彩一样 所以我们说 人生是彩色或黑白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这圣身 无染的境界 实在是我们很难用 语言来表达的 这是这一句 这一首句送所要表 所要说的 那佛是用明言来跟我们 解释是会要让我们了解 我们佛本来的 清净的自信 自信 好 那我们来看那个 下面的那个世卿菩萨 如何来解释 好 我念一下 好 此记重显 前圣身意 无漏界 圣身 向 处也 三种者 这是解释第一首 第二首 祭送的御事 好 我们来看 此无漏界 世尊列说 三种圣身 一者 向 圣身 二者 处 圣身 三者 也圣身 那向 圣身 有四种 一个就是 清净相 第二个就是 大我相 山无迹象 世 谢 脱相 好 我们先看这一段 好 他在这个 此记 又重复显示 前面所说 从一百四十五首 祭送 到一百四十五 到一百五十七 首记授 所说的三种圣身 那无漏界的圣身意 就是有这样 有向圣身 处圣身 跟业圣身 三种 那这无漏界 世尊列说 这三种圣身 就是向圣身 处圣身 跟业圣身 就是下面这三种 那他向圣身 有四种 他是用 清净相 第一百四十五首 祭送 那第二个 大我相 是用一百四十六首 祭送 解释 那无济相 是用一百四十七首 祭送 那第四个 谢脱相 谢脱相 就是 鲤厄曲 那大我相的话 就是主要是在讲 真如法界 那 第四个 谢脱相 是用一百四十八首 祭送 来说明 他就是用这个次第 由前四首 祭送 所写 前四首 祭送 是哪四 哪四首 祭送 就是一百四十五 到一百四十八首 祭送 那因为这个都是用 譬如的 那我们来讲 一百四十 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 一百四十五首 祭送 到一百四十八首 祭送 大家翻回一百四十五首 祭送 好 我用最快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这三个 佛的菩提的部分 因为有新同学在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来稍微复习一下 一百四十五首 一百四十五首 祭送到 一百四十八首 祭送 好 我们来讲 这个一百四十五首 祭送是 如前后意而 吉利一切 障 非净 非不净 佛说明为如 这个他这一首 祭送的意思就是 各位再复习一下 转移以后 佛是以真如为自信身 那真如本身 他本来就清净 那佛国转移以后呢 他就是断二章的这个课程 那我们要了佛 他的法身是什么 佛的法身就是真如 所以法身真如 所以因为是 法身真如是什么 是无身法 所以既是无身 那哪来的染污法 哪来的染污 所以就有净跟不净来形容 法身真如的什么 形象 用染染 净跟不净来形容 法身真如的形象 那真如本身就是 既然已经 我们大家都知道 真如法本身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清净的啊 真如法身本来就是清净 所以他就是据为令众生 知道净不净 然后来说什么 非净非不净 各位菩萨 就是这是一百四十五首祭送 他的主要的 这一个 一定要这样子串联下来 不然的话 对各位菩萨你们 如果不这样子串联下来的话 你们对菩提品 神品他的真正的意义 你们会贯穿不下来 你们都会在什么 非净非不净 非空非不空 这里打转 你不知道就是 到底菩提品 他到底他所说的 真实的意义是什么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一百四十六首祭送 他是 一百四十五首祭送 是为了要显 什么 清净相 那一百四十六首祭送 是为了要显示 大我相 大我相是为了 是在讲真如法界 清净空无我 佛说第一我 诸佛我禁故 故佛明 大我 好 这个这一首祭送 主要是讲 由于诸佛转一的时候 是不是遣除 忍我 法我 那我们知道 佛是以真如为自信身 佛是以真如为自信身 所以 正得及清净的本体以后 这就是真如本体的大我 各位菩萨要记得 我们正得了及清净的本体 这就是真如本体的大我 那分别执着的 忍我跟法我 就不是大我 那因为没有无时有的缘故 那无恶我的真如 他就是远离 永无恶变 是不是这样子给各位 知道什么叫做空性 这个才是实相 所以现正恶空所显的真如 就是圣我 也叫做大我 好 这是一百四十六首寄送 不然 各位跟你讲说大我相 大我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每次都在讲正恶空所显真如是 不是口号 它是正的 正得大我的境界 佛果的境界 好 然后在 这个相圣身的无迹象是什么 无迹象是第一百四十七首寿 我用最简洁最简单的方式 解释给各位菩萨 让各位菩萨再复习一下 这几首寄送最主要的缘故 不然 大家看到清静像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在大我相 什么叫无迹象 各位可能会比较 有时候就是 讲过了以后 各位菩萨可能就没有 有没有什么记忆 一百七十五寿 你又来了 你看这个又讲非体 非非体 如是说佛体 事故做事论 定事无计法 他是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 法身真如是 显出一切的人我相跟法无相 他是离戏论相 而且不是明言所行 所以他的耳目 虽然是说 在能见闻的境界 岂能所取善恶法 所以他 这个在见闻的境界 他是以无计来解答 所以他所行的耳目 所听闻 所见到的这个境界 他是用无计 他是不照善恶也 这是无计相 好 那一百四十八首寄送 譬如铁热习 譬如眼翼除 心智习义而不说有无铁 这就好像 一百四十八首寄送 你们应该印象就比较深刻 因为才上个礼拜 才刚讲 这就好像热铁 热铁的热力 跟我们眼睛蒙上了一层膜 所以造成了重影 那我们把这个热力 跟那个演绎的重影 除掉了以后 是不是就不存在 就因为有热习 跟这个溢除的现象 所以我们才可以 显出自信它的存在 所以这个铁热跟演绎 是非体跟非非体 所以不可以说它存在 跟非不存在 那同理呢 这个贪嗔痴啊 这贪嗔痴就好像是 铁热一样 那这无铭啊 就很像是演绎一样 所以在真如中 是没有这些贪嗔痴跟无铭 它这些贪嗔痴跟无铭 本来就是不存在 所以他们是非体 那我们经过修行以后呢 我们经过修行以后 我们习除了这些贪嗔痴跟无铭 我们可以习除这贪嗔痴 得到什么 心解脱啊 那我们辅断这个无铭痴的解脱 的这个过程 我们不能够说 这个是习除贪嗔痴跟辅断无铭 所得到的心解脱跟会解脱 这个是不存在的 我们这个心解脱跟会解脱是存在的 所以叫做什么 非非体 这样各位菩萨对非体跟非非体 有没有一个认识了 这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就是 已经讲过这一次是稍微再复习一下 各位菩萨如果是真的在于非体跟非非体还不了解 希望各位菩萨可以私下 一定要就是问清楚 因为在后面的部分 这个什么非空非不空 非体非非体 到底是什么意思 各位菩萨就是 这个要非常的了解 好 那诵149首 诵我就不念了 149首诵他主要是说 诸佛是助于无肉的真如法界 那是因为由于诸佛 他们共同是异于什么 真如而为他的什么 自信身 所以149首 祭送是在讲 佛的三身 所以他是什么 身处身身 所以是处身身 用一首寄送来解释 所以是 他是依于至身 所以是什么 非多 因为只有一身 所以是非多 但诸佛在往昔因地圆满菩萨道的功德 所以他有三身 所以他有报身化身 还有一个什么 法身 所以他就非一 所以有这报身化身法身 那我们上个礼拜 有用月的光阴体来做批语 像这样子各位会比较容易了解 佛的三身 所以所谓的无肉界法界 都是真如的同义词 上次我们在于用什么变化身 他又有称什么身 我们上次都有在上次介绍 那他这个 真如的话 他是显出 人我跟法我 这是一而再再而三 一直重复 而显现出来很常不变 唯一真实的一个境界 所以才称为真如 所以真如是一切法的实体 所以顾名什么 法界 好 法界 然后 好 我们再来看 好 我们再来看 好 誓约 我念一下 由前世纪 所显畜生生一种 为一多不住故 好 那这我刚刚已经有解释 就是149首既首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念一下诗约 由第五纪 所显 业圣生有八种 从第一个 一宝一纸业 二成熟众生业 三道旧经业 事说正法业 五 化所作业 六 无分别业 七智不作业 八 卸托智业 好 它这个是由那个 后 八首祭送 它这个就是由第五纪 所显的业圣神有八种 由150首祭送 显示 宝一纸业 151首祭送 显示成熟众生业 152首祭送 就是道旧经业 就是二具圆满的意思 那153首祭送 说正法业等流部分 那150首祭送 是化 化众生 化导众生业 154首祭送 然后155首祭送 是无分别业 那156首祭送 是智不作业 这这样的部分 157首祭送 来解释 泄托智业 就是泄托的种种智 好 如这些次第 由这个150首祭送 到157首祭送 来显示 夜圣神的毅力 好 那夜圣神就是 佛果 就像好像这些宝一样 能够什么样 这些宝藏一样 这些宝藏的来源一样 他能够成熟这些 成熟我们这些众生 的业用 好 好 大概复习一下 我们看一下 好 150首到157首祭送 我们有空的话 再回头来 复习吧 我怕真的讲得太慢了 到时候 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 像什么叫 智性 佛身 法身 佛性 真如这些 我相信各位菩萨 一定非常的熟悉 我们是不是都说 在于禅宗上面 我们是不是说 参 我们自己 本来的面目 好 那有法师说 他这个叫做 就是 找到回家的路 好 我们就是要 能够回归到 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 这个叫做 这叫我们自己 自身的什么 自信 法身 就是真如 那当初 佛陀在 灵山会上的时候 好 再讲一讲 不然各位 到时候又想打 又想睡觉 好 当初佛陀在 灵山会上的时候 他手上就拿了 一颗魔灵珠 然后他就问这个 问这个四大天王 他就问到 问这个四大天王说 你们看我手上拿的 这一个魔灵珠啊 你们看它是什么颜色 那四大天王 他们就看到了以后 他们就各依 他们自己所看到的 颜色 有的说是黄色 有的说是红色 有的说是蓝色 有的说是 黑色 所以四大天王 他们自己所看到的 颜色跟佛陀报告 他们就是 看到了不同的色者 后来佛陀 又将这个 魔灵宝珠 收起来 然后又梳开手掌 又问这四大天王说 各位 四大天王 你们现在看我手中的 这颗魔灵珠 到底是什么颜色 四大天王就 回答佛陀说 佛陀你已经将 魔灵珠已经收起来了 所以你手掌上 根本就没有 魔灵珠 怎么会有 呈现魔灵珠的 颜色呢 佛陀就跟 就跟 告诉这四大天王说 我将一般世俗的 魔灵珠啊 呈现在你们的眼前 你们告诉我说 这个魔灵珠 有各种 青黄赤白的颜色 当我将这个魔灵珠 收起来的时候 你们竟然看不到 你们自信 魔灵珠的颜色 这个就是说明说 我们的自信 就像一颗 魔灵珠一样 我们都一直 其实我们魔灵珠 本来就是存在 我们自信当中 可是因为我们自己 真正的就是 魔灵珠展现在 我们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反而视而不见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自信 从无时以来 是多么的颠倒 一定要眼见为实 之前我有跟 各位菩萨说 我们有时候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真的就是事实吗 其实不是啊 眼睛是会骗你的 我们眼睛所见到的 有时候是骗你的 有时候是演戏在给你看 所以有的人是真的 要害你的 他就是在你的面前 演一场戏 你都信为真 随便讲一句话 你就信了 让我们去造种种的业 所以眼见飞食 好 所以我们所谓 这就说明我们的自信 就像一颗魔灵珠一样 每一个人 来看 这个魔灵珠 所显现出来的颜色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有的不同的 所以告诉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的眼睛 是不平等的 所以这个魔灵珠的颜色 其实只有一个颜色 只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境界的不同 每一个人就是有种种的分别 有的人就是贪多 有的撑多 有的吃多 所显现出来的颜色 种种的分别 好像我们的法性本来是一个 可是因为我们迷惑了 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本身的 自信的法身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自信法身 一念无明起 一念无明起造作了 本来我们应该是一个白白的布 在于虚空上面 就因为我们的造作 一念无明 而且造作了种种的颜色 所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分别 所以所谓的虫空庙 虫空庙大家都很了解 这个是一个佛学的名词 但它也是一个修行的境界 它是我们一个修行的境界 所以当一个修行的人 他能够正的一真法界 他就能够了解所有的一切 一切的万象 一切的万象都是由心 心所生起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一次网课的时候 我们都会念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大家都会念这一首祭颂 可是大家参悟了这一句 祭颂 参悟了多少 领悟到了多少 好 所以我们知道 一些的万象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我们在为事上面 为事上面我们所谓显示的这个空 空什么 什么叫做为事 这个为事遮浅的意识 遮浅外面所有的一切境界吗 No 不是哦 所以外境是非实在是没错 是遮浅你内心 内心的相分才对哦 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见分去取外界 种种的镜像 去种种的镜像 然后我们 在里面的影像 我们的见分去直取我们的 心内所直取的这个影像 生起 喜欢不喜欢 他就 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一面镜子 一面镜子 显现出来 显现出来一个影像 是外面里的这个在造主 对不对 可是你要你里面的 镜子里面的影像 你像你就是在镜子 外面你正在吃东西的时候 是你外面的这个实体在 在领受还是 里面镜子里面的影像 所以我们外面这本质的东西叫做 是实质的 它是依他起 它是属于生命 我们的所谓的缘起法 它是生灭的 可是你真正 你真的直取的是 直取你里面影像的东西 因为你外面的这个东西 是实质的东西 它去造 你的这个去造作 就好像我们里面的 镜子里面的影像 你去直取就是说 你里面的那个影像是你 可是你里面真正的那个影像 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里面的那个影像 它可以保吗 是没有办法 它不会保啊 这样各位可以了解 见分跟像分它的招作吗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遮浅的话 就是遮浅我们对这个影像啊 里面影像的执着 然后申请 你看像第七世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指 第八世的见分为我 所以才起第七世的 我见我爱我慢我慈 各位都是知道了解 可是各位在这个体悟上面 体悟了多少 就是因为它只取第八世 无始以来 无始以来 为我 所以它才会起我见我吃我慢我爱啊 那这个第六世 第七世我们叫做义根嘛 就是第六世的根嘛 所以就是它又依着这个我啊 我爱我吃我慢我见 然后又去照做善恶业 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为四啊 为四它这个到底 它的利润是在哪里 它这个在于见相恶分的能取所取 为什么要断恶障才能挣恶空 然后才能够挣得真如 才能够显示真如的法性 好 那所以这个在于 我们这个一针法界 就是诸佛如来修得的这个境界 当然包括了空性跟长极光净土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虽然是释迦牟尼佛 人家他用脚一按 他的真实的境界是清净 是因为我们众生业力的招作 才让我们的那个沙婆世界 显现出来的是晦土 不是释迦牟尼佛 他的净土就是晦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本来是不用任何的意识 语言去做种种的分别 除非我们能够契入到什么 人我空跟法我空 所以我们一旦落入了语言文字 这些意识的分别的话 那就离开了诸佛添然的清净的本性 好 那这个就是讲一下那个 好 那各位菩萨我们了解这个 次第以后 好 好 那我们再 就是再念一下这个下面的诗 诗曰 如其赤地 由后八季所显 诸佛如是说 佩如染化空者 此无漏戒 无有戏论 佩如虚空 事故圣身 如是圣身 差别说者 佩如染于虚空 化于虚空 事亦因之 这一段他的诗论 他是解释 第三诗首祭奏 就是诸佛如是说 佩如染化空 这三世首祭奏 他这个的意思就是 这个无漏戒 就是清净法戒 是没有戏论 那佩如虚空 为何他能够容纳 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才说圣身 那这就是 圣身差别说者 就是名虚空真如 那佩如染于 就像虚空染上了色彩 所以是染于虚空 化于虚空 这意思就是 一切法 他是离言至性 那佛依明言来说法 但他不会是 着于戏论相 所以他是离于恶取相 所以以上是 从相生生 处生生跟业生生 三种的无漏戒的生生 来描述 法界真如佛果的境界 所以佛 他是依明言 来为终身说法 所以就很像是 佛在虚空 涂射才一样 所以在佛 圣身无染的境界 却是 心形触灭 言语道断的 他只是为了 要为终身说法 所以他是离于 一切戏论相 也就是离恶取相 他本来就是 清静的法界 好 那各位 我刚刚有 稍微解释一下 好 那我们要是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讲 159首祭送 好 159首祭送 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 开始讲如来章 那我刚刚也有 大概说明了 如来章的意思 他这首祭送 就是解释 如来章 好 我们念一下 记约 159首祭送 一切无别故 德如清静故 故说诸众生 名为如来章 好 他这首祭送 一切是什么 一切就是 十方的诸佛 跟一切的众生 没有差别过 好 那为什么要 那为什么 众生不是如来 他说 德名 真如 清静法界 是为恶空 所显的真如 的清静法界 故说诸众生 那众生 名为如来 佛性 真正的真如 被引付起来 才叫做如来章 所以众生 本具人人 具有 佛性 可是为何 得以 没有办法 被遮障了 无法显发出来 所以诸佛 本性 真如 法界 去了 扎然以后 就自然会显示出 如来的 智性 才叫做 如来章 所以真如 是 众生 被 染污 遮障 就叫做 如来章 那众生 扎然 清静 以后 显发 如来 清静 的 智性 这个叫做什么 如来 他就是 转移 清静 的 缘故 那这样子 大家对如来 跟如来 障 应该有了解的 如来的话 就是众生 扎然 清静 以后 显真如 清静 的 智性 这叫做 如来 那众生 被 染污 遮障 就像我们 刚刚 我有批语了 就是 像眼睛 被 演绎 给 遮蔽了 像 那个 镜子 镜子 被 灰尘 所 遮障 这叫做 如来 障 现在是 讲到 159首 祭送 第三十页 好 那 他这一首 祭送 他的意思 就是 如一 我们所谓的 如一 的话 这个等一下 再解释 那这一首 祭送 就是 由于 真如 真如 是一切 众生 所共一 的本体 这叫做 真如 同时 菩萨 在转一 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 将 课程 烦恼 消除 显露出 法身 真如 本质 清静 的 智性 所以 无论是 无论是 已经 觉悟 就是佛的 境界 十方 诸佛的 境界 跟没有 未觉悟 未觉悟 是什么 众生的 境界 所以 十方的 诸佛 跟众生 他们的 一切 他们 都是 皆是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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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具有 成就 清静 法身 的 本性 所以 众生 才 皆具 佛性 我们之前 有辩证了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个叫做 如来 障 好 所以 我们在 真如 法界 他是 除了 宇宙 实体 以外 本来 就是众生 本来的 面目 所以我们要 禅宗 他们都说 要证悟 众生 本来的 面目 是什么 就是 真如 自信 就是我们 回家 回家的 路 好 他是 由于 他是 无声 法 他是 无声 法 所以 他的 本性 本质 清静 本质 清静 那 凡夫 为什么 不能够 显发 清静的 自信 我们从 头到 我们从 之前 一直到 现在 一而再 再而三 为什么 一直在 讲 就是因为 要让各位 加声 一掌 因为我们 一直 无时 以来 都是被 恶障 烦恼障 跟所 执障 所遮蔽 各位 这都是 基本的 佛学 常识 所以 因为这个 样子 所以让 我们的 本性 没有办法 显发 所以才叫做 如来仗 因为 智心 不显发 不是否定 说凡夫 没有 发生 真 如的 清静性 而是 凡夫 能够 发心 修行 然后断除 恶障 自然 就能够 恢复 本来的 面目 各位 这样对 如来仗 有 比较深的 了解 了吧 这样子 这很重要 因为 在种种的经论上 在如来仗部分 我觉得探讨 我的实在是太宽了 可是我觉得各位 其实 只要掌握到 基本的 如来仗 他的意义的话 在于 就是你们看到 其他的 经历的话 你们就不会 被他给 迷惑了 因为在于 如来仗上面 你们可以去查 在网络上 有种种的说法 而且跟第八诗 有牵连到很大的 牵连 那各位 其实如来仗 我们就是 非常的简单 我们如果是在 在于凡福地 本人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众生 皆具有佛系 所以才叫做 如来仗 当我们把 二仗去除了以后 就叫做 叫做如来 好 各位 这样了解 这很重要 那如来仗的 他的在范文 原意就是指 这个各位 也要知道 他在范文里面 他的原意是 叫做 成就法身 叫做成就法身 所以他 秘密 秘密的地藏 有法身的 我们在秘密的地藏 里面有法身的 什么 胚胎 所以 世青菩萨 对众生 名为如来仗 这一句在 社大圣论 事里面 卷悟有这样子的解释 自信 亲近者 就是 此 此自信 本来就是亲近的 这叫做 真如 自信 那 使有一切 有情 平等的共享 平等的共享 好 所以才 由此说 一切法 有 如来仗 好 各位 这个 这个也要了解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个 世青菩萨 他的事 我念一下 史记显示 法界 是 如来仗 一切 无别 故者 是解释 第一句 祭奏 我们先看 一切 众生 一切 诸佛 等无差别 我们先来解释 这个好了 是曰 以事 异故 可说 错了 我跳过去 是曰 此即显示 法界 是如来仗 一切 无别 故者 一切 众生 一切 诸佛 等无差别 故名如 好 各位菩萨要了解 什么叫做如 如就是 一 常 常不便义 不生灭的意思 这叫做如 如就是一的意思 就是常不便义 不生不灭的意思 叫做如 好 他的史记来显示 法界是 根本至原 正得真如 后得至原一切法 故名如来仗 好 一切 无别 故者 这是第一句 祭奏 他的意思 是一切众生 一切诸佛 等无差别 所以诸佛的本性 是真如法界 那在与一切的众生 心 相续中的时候 本来就没有 差别的存在 所以这个叫做 如 这句寄送的意思 好 那再来 我念一下 解释第二句寄送 是约 得清静 故者 得清静 如以为 至性 过敏 如来 这叫 解释如来的意思 那这是第二 首寄送的意思 他就是在解释 如来 他就是 得真如 清静 体性的缘故 他就是 得清静 什么叫 得清静 得清静 就是远离二障 远离二障 叫得清静 得清静的 真如 以为 自性 什么样的 叫做 以为自性 就是 扎染 他能够 转为 清静 他叫做 以为自性 所以 故名 如来 如来就是 正得 真如 的体性 说 然以 克成 够染 清静的 真如 叫做什么 我们 佛的 十大名号 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 善事 世间解 用这个 来解释 这个 这个叫做 以克成 够染 清静的 真如 叫做 善事 叫做善事 好 那我们再 休息一下 好 然后在 各位菩萨 翻到 二十九页 一百四十七 手 寄送 一四七 在四的部分 有一个 第一行 一百四十七 手 寄送 有一个 非体 有一个 作体者 有没有 请把那个 作体改成 非体 他那个 答字 有错误 第一行 一百四十七 手 寄送 他是写 作体者 对不对 作体 他是 非体 不是 作体 他是 非体者 才对 好 好 好 那我们再继续 翻到 三十页 我们再继续来解释 那个 如来掌 一百四十七首 寄送 第一行 第一行 那个 作体者 改成 非体者 应该 非体者 才对 好 我们来 再继续讲 一百 五十九首 寄送 他的誓约 好 我们再 他还有一句 一句我还没有讲完 以事 异故 以事异故 可说一切 众生 名为 如来章 所以 以这个道理来说 可说 一切的众生 是什么 属于 杂染分 这个 一切众生 是属于 杂染分 他名为 如来章 就是众生 依着这个 清静 境界 来修行 来修行 所以 以事异故 说一切众生 也具有 真如 智性的光明 所以才叫做 如来章 因此无漏法界 如来章 善事 是没有变迁 没有变迁 没有盈亏 佛事 圆满 圆满如月 所以 他是没有盈亏的 所以 善事 清静 就静的智慧身 他是横食 其境 不灭的 不变的 所以 众生 本具有佛性 只是课程 够然 遮障了 这个 智性的光明 所以叫做 如来章 我们种种解释 如来章 所以 无漏法界 这个如是 依离构 清静的佛名 来说如来 这个 各位注意一下 无漏法界的 这个如是 依离构 清静 这佛名来说 如来 所以一切众生 如果离构呢 一切众生 如果离构 叫做如来章 这样各位了解了吗 如果本质清静 叫做如来 离构 离这个构章的话 叫做如来章 我们来用一个批语 用一个批语 就是有一户 贫穷人家 他家的后院里面 埋了很多的宝藏 可是这个贫穷的人家 他不知道 他家的后院 埋了很多的宝藏 所以他一直都 非常的贫苦 他贫苦 然后所以他 他这个 加上这些宝藏 他也 他会开口说话吗 他不会开口说话 所以这户 因此 所以根本就 没有人知道这些 这户人家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说这个有宝物的存在 更别说 去挖宝藏了 不可能 所以我们凡夫 是不是就很像 这个贫穷的人家 我们自己有 不知道说 自己本来就拥有 佛亲近自信的 这个宝藏 他一直去追求 就是这些宝藏 所以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本来就拥有 佛的像实力 事无所谓 这些利用 我们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 去开发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 要发挥我们 是种度化众生 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 去度化众生 增加我们的财宝 所以我们一直都很穷 是不是这样 所以 因此 所以诸佛来到世间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他又事先在世间 用说法来度化 我们这些众生 就是为了让我们可得以 发现我们自己原来有自己 本来就有宝藏 可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开发 所以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己本身有那个宝藏 是现成的 然后我们又去造种种的业 又不知道要精进的修行 然后我们就又更穷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就是我们修行 就是为了要让我们 不再被这个 无欲的烦恼所迷惑 而且 我们还要去开发这些宝藏 我们如何去开发这些宝藏 就是要去帮助一切的众生 发挥我们慈悲 我们菩萨慈悲心 我们是不是都跟 我每次都会 一上课都说 各位菩萨 嗯 对啊 各位菩萨 你们要开发自己的宝藏 并且 去 就是去帮助所有的人 来开发自己的宝藏 好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能够帮助一切的众生 也去开启自己的 如来的法藏 开启了如来的法藏以后 我们才可以不再受 轮回生死之苦 所以你能够相信 你能够相信自己和诸佛一样 是具有慈悲和智慧吗 你们现在学了大声中原经论 我现在请问你们 你们相信自己和诸佛一样 是有具足慈悲和智慧的 和智慧吗 嗯 好 各位菩萨很好 对 如果是 为什么你们还 常常都会发脾气臭脸呢 你知道吗 是是是 如果不是呢 为什么我还是会生起怜悯心 我们看到众生 像这一次那个 那个土耳其地震 我们都会 我那时候不是上堂可以有说 是不是你看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心里会起庆幸的心 还是起慈悲的心 如果不是 那我们不是 我们看到就是众生啊 他们在灾难的时候 我们会生起深深的慈悲心 这就是我们学佛最重要的 我们要能够生起慈悲心 不是说看到人家在痛苦的时候 还好不是我 所以我们在心性的起心动念上面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你 你就是要观察到这么的细 你在起心动念的时候 一刹挪 今天你马上就能转念 这是培养 培养出来的 你要是说你平常 你慈悲喜舍 完全都没有的话 你在起心动念 太粗了 太粗你不会去 你不会去想的那么的多 那个就会想到我 第七十都是指 第八十的剑锋为我 一定是第一个先想到自己 所以我爱嘛 排在第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 这种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 我们能够在修学佛法的第一个 我们能够在于我们的自心上面 能够观察的这么的细微 这样你才可以起信心 你对佛法才可以起信心 因为你在于境界上面 你已经有更改了 你改变了所谓你自己的命运 你对佛法你才能够 更有信心走得下去 所以佛法可以协助我们 出力生死的种种的苦难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靠修行 正得佛果 所以你这样才有办法去开启你自己的保障 你没有信心 你没有在于你的修行上面 有一丝丝啊 的更改的话 你不会相信秘密 你也不会相信佛法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成佛 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开发我们自家的保障 好 那如来仗在烦恼的长福当中 就是我们凡夫业力 我们业力目前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们在无名烦恼的时候 执着的 我们在无名烦恼跟执着分别当中 我们如来的葬姓 我们要相信是没有减少一分的 只是我们没有开发它 所以我们如来葬姓是没有减少一点的 所以是我们都会背 什么再胜不增再凡不几 所以就像我们太阳是被浓重的乌云所遮掌一样 就像我们眼睛得了眼翼一样 就好像就是我们那个静止 我最喜欢用静止来批语 大家要好好的体验一下 就是以静为相 去观照你的见相二分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执着影像里面 如果是说将镜子里面的影像 可以批育成我们 室内的影像的见相二分的话 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体验 这是这个礼拜的功课 所以我们在一面静止 因为你如果是说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相信就是说你是要遮浅 你的室内 是为什么要用为室来解释 要如何的去断恶障 为什么静相二分会起 会让我们起烦恼障跟所知障 这个就是我们在为室上面 也就是我们班长 跟我们所提的那事项里面的功课 里面其中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那希望各位菩萨就是 好好地体验 体验一下这个 这样子的话在于你们 在于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们才可以就是很快地转进 不然的话我们一定 我们遇到烦恼的话一定 什么叫做残伏 烦恼就是残伏 它真的就是一层一层的剪 让你没有办法脱离 所以我们在这个静相二分上面 能源所源 能取所取上面 不下功夫的话 很难断烦恼障 所以我们就是像一面静止 蒙上了厚重的成功 一定要经过摩洗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修行 来对峙烦恼 才能够将我们的如来的藏性 我们真如的佛性 才能够显发出来 好 所以如来藏是真如性的演技 也就是佛的法界 这是重要的 这个如来藏 它的最重要的显得 所以当圆满地震的 无上正等菩提的时候 我们发觉真如的平等清净 是没有任何真减的 所以诸佛 诸佛转意的时候 都是以真如 它是当作是自己的 正的真如 正的什么 自信神 就是法身 所以也平等的 毫不增减 真如的 它的真如的清净性 159首寄送 在那个 它的寄送 我觉得它解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各位在如来藏上面 我是觉得在如来藏 有很诸多的 纷纷的说法 那各位菩萨只要就是掌握最基本的 你们就不会被其他的 因为其他的言论有的就是 更加的广说 有的就是 列说 那各位菩萨的话 你们在于就是 我们掌握就是明像 它真正的意义的时候 你在于其他的经典 就比较容易可以怪 因为有的 他会讲说 他是在于凡腹地 有的是在于腹地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讲 那各位菩萨应该有 更深一层的认识 这就是如来藏 好 那我们再继续讲 就是160首寄送 就是 很重要 我们能够成佛 就是依靠转一 佛转一 无量变化的功德 就是 这是在第九类 佛的功德 就是转一 无量变化的功德 他这里 转一的功德 他又分 各位菩萨 你们到时候 你们就是这个的话 你们就是 在 在那个分类的部分 你们要 大概就是再看一下 他这里 转一无量变化的功德 他又分成两大类 两大类 第一类的话 就是佛无量变化 与恶圣的差别 用160跟161首寄送 来看 那第二类的话 就是转一无量变化的分类 从162到169 九首寄送 这第九大类 就转一无量变化 我们现在来讲 转一无量变化的功德 第一类 就是佛无量变化 与恶圣的差别 第一百六十首寄送 念一下 所以下面是在讲 我们上面 叶圣圣 促圣圣 相圣圣 所说的 无露界圣圣 讲完了 现在再讲的就是 诸佛的变化 诸佛的变化 就是转一的 无量变化的功德 好 我们看 一百六十首寄送 我们念一下 声闻即圆绝 菩萨语如来 初化退世间 智佛退菩萨 好 我来解释一下 这一首寄送 它是跟一百六十一首寄送 其实是相连的 那它这一首寄送 它就是声闻 我们知道就是小圣 小圣 二圣 声闻跟圆绝 就是二圣 它说小圣的圆满 跟大圣圆满 它们两个的差别 就是声闻即圆绝 菩萨语如来 那初化退世间 这是初者 就是声闻的圆满变化 它跟世间 跟一切圆满的世间相比 那再来的话 就是智佛退菩萨 就是佛的境界 跟菩萨的境界相比 那我们来看 它这个退的话 就是初化退世间 这个退就是应病 应就是应造的应 应付 那个付就是覆盖的付 应付的意思 就是正福 制福的意思 它就一首寄送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我若论 功德圆满的程度 我们解脱了以后 我们正得大菩提果 大解脱果以后 我们功德圆满的程度 如果用世间凡夫的话 跟声闻比的话 当然世间凡夫 是比不上声闻的 声闻圣的弟子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辟知佛 他又胜过声闻的弟子 那再来是辟知佛的功德圆满 当然不及菩萨功德的百分之一 那菩萨的圆满功德 那佛的功德呢 超过这些菩萨的话 何时百倍 那这就是这一首寄送的 它就是用恶圣跟佛功德 这样比较 就是一层一层的比较 好 那我们来看宋 他这一首寄送还 也是很浅显易懂 好 我来捏一下 此寄显示 真上变化 一切世间变化 声闻变化能退 一切声闻变化 云觉变化能退 一切云觉变化 菩萨变化能退 再来是 一切菩萨变化 诸佛变化能退 无有一人变化 能退诸佛变化 事故如来变化 罪得真上 这个真上变化 是如来变化 罪得真上 在声闻圆解菩萨 这如来是种圆满当中 我们看 出者 出者声闻 出者声闻的二之粮 他的圆满变化 他是能够退 退就是正服制服的意思 能够退一切 世间圆满 就是声闻圆觉 他的圆满 一定是比世间 修行的那个凡夫俗子 他们的修行更加的圆满 那圆觉的话 就是二生人的圆绝 他的圆满一定是比 声闻的圆满圆绝 更圆满 那菩萨更善于圆绝 修行的功德 那诸佛 诸佛一定是比菩萨 跟世间 跟声闻圆绝 更加的圆满 这是这一首祭颂 那他其实他是要跟 一百六十一首祭颂 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 是相连的 那我直接念一百六十一首祭颂 一百六十一首祭颂是 如是否变化 无量不失意 随人随世界 随时种种现 这是一百六十一首祭颂 那一百六十首祭颂 是属于真上变化 那一百六十一首祭颂 则是圣身的变化 就是佛变化圣 圣身的意识 所以他这两首祭颂 一个是显示真上变化 一个是显示圣身变化 在一百六十一首祭颂 他这一首祭颂 他的意义是 以身闻圆满 身闻圆满 来应付一切世间 那以圆绝的圆满 来应付身闻 跟那与菩萨相较呢 他是一分上 不能够何况跟如来比较 是一分也比不上 所以菩萨他的功德圆满 又不如佛 他的意识就是这样子 所以菩萨功德的圆满 他虽然已经很无量了 可是跟诸佛比较呢 那就是根本就 好像是一围成比无边的世界 这样的功德差异如此的悬殊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诸佛的圆满 他是属于无量 因为他 他以普利一切众生故 我们用这样子来比量 你们会比较了解 因为诸佛他们的圆满 无量 他是以普利一切的众生故 那他为了地狱众生 所以他的事业是无量 他是周遍虚空 的无量的世界 所以佛的事业就是无量 那我们众生度得尽吗 所以佛的功德 也度不尽啊 所以以这样子来 来说佛他的功德 跟其他的菩萨圣 恶圣 跟世间凡夫 是菩萨圣 也比不上的 那菩萨跟身为圆满 比的话 他的功德 又殊胜了 非常的无量 你这样子来比较 所以在于 视线 在于佛的事业 他视线的无量是怎样 他是视线的像公桥 你看他 佛身会 以三身来视线 他视线种种的变化身 于各个的国度 度化种种的众生 那在菩萨的话 有视线三身吗 没办法 所以以这样子来说 所以他说的功德无量 就是他所化的境界 一样是无量 是因为圆一切 需要度化的 一些众生 无数的关系 因为众生界不可禁锢 乃是众生界 为空之间 利益众生横食不断 所以才说佛的功德无量 用这样来解释 一百六十首祭寿 所以我们在转佛身的话 他转第八式 为大元净制 他就是成就什么 这个是基本的 大家都查得到 可是我还是跟各位说一下 第八式转得大元净制的话 他成就佛的法身 也就是佛的自信身 所以我们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 就是寺庙的那个碗扣 碗扣 是不是 碗扣 扣中 我们就是 在寺庙的话 晚上扣中的话 我们就是出家众 才可以去做自己的事 你要是说 晚上的扣中 还没有就是扣完的话 就是表示我们一定就是要先以 就是佛事的事情先为主 以公众的事 众生的业为主 那晚上扣完中以后 就是出家众才得以 就是可以修养 自己的身心 就是看你要做自己什么事情 往扣完以后 然后才可以安息 晚上的安息 然后他这个晚上的话 我们晚上的扣中 记其中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就是 就是圆满报身 独胜那佛 然后才扣 他是晚上就是108口 唱三 就是同样的那个寄送 唱三次 那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一定要皈依 圆满报身 独胜那佛 这就是成就佛的 清净法身 也就是自信身 那在于第七世的话 是不是转成平等心智 他这个叫做 就是 就是转成佛的 他受用身 然后第六世 妙观察制 我们都是说 圆满报身 圆满报身 然后圆满报身的话 就是智受用身 那前五世的话 成所做自 他才可以成就佛的变化身 就是我们网扣的话 就是千百亿化身 千百亿化身 就是释迦牟尼佛 千百亿化身 就是佛式线 八项成道 然后到沙婆世界 度化我们这些 有情的众生 千百亿化身 就是变化身 就是为各类的众生 说法 如此才可以诸根互用 在后面的记 这里会说明 所以佛以一大因缘式 出现于四 这个大式因缘 映诸有情皆正德 无上正的正觉 好 那116首祭宋 他说 不论是为了谁在何处 在何时 救度的力度大小 那圆满的佛力功德变化 是无量和不可思议的 这是161首祭宋的意思 让大家了解这161 因为他是如是变化 主要是在讲如是佛的变化身 他是无量不可思议的 随度化人 随人的世界 然后佛会随时的 种种 他会献种种的身 为所有的众生 说种种的法 所以他才四献佛的三身 所以他这句意思就是说 将凡夫世间有限的善报 跟圣贤出世间无限的功德相比 其实是相去是云 所以就像二圣的圣人 跟大圣菩萨相比 菩萨在出地的 不论是他的福利 和在七地的智慧 也是胜过阿鲁汉 对不对 所以即使是大圣地上的菩萨 例如像是出地的菩萨 他的功德 跟七地 跟九地相比 哇 那个四方啊 是相比是相差很远的 更不用说十地菩萨 他们的功德变化是 无量不可施以的 何况是断了 断正以后 可以圆满的佛果 所以是 所以160首祭奏 161首祭奏 一个是 160首祭奏 他是讲真上变化 那161首祭奏 他就是讲 佛变化生 很圣生 所以他是在讲 圣生变化 各位菩萨 要这样子的了解 所以好 我们用一式 来解释161种 他是 此气显示 圣生变化 此圣生有恶种 一则无量 恶者不思义 好 我们来解释 这一首 这个 这一段 是 好 我们这个 这一首 161首祭奏 他就是显示 圣生变化 那这个圣生 有两种 他有这个 圣生变化 他又用两种 来解释 一个是无量 广大无量的意识 那一个 就是不可失忆的意识 用这两个来解释 那怎么说呢 这诸佛的圆满 他是无量的 我们刚刚从 刚刚一直讲到现在 我们知道说 诸佛他的功德 是圆满的 而且是无量的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 普利一切的众生 那众生又度尽 然后他就是 为了要立众生 所做的事业是无量 所以他是 周片虚空 片虚空的 无量世界 所以佛的世界 我们大家都讲说 我们只是 成佛只在这一个 地球吗 当然不是 是在无量 你看还有 北方的 有东西南北 四周 四大洲 然后还有其他 我们不知道的 其他的四方的世界 所以 所以我们视线 佛的事业是无量 而且佛他视线了 种种的功巧 是不是 他用种种的功巧 种种的 殊胜的化身 跟种种的神通游戏 等同所化的境界一样 是无量的 所以他原一切有情 是做利乐的缘故 所以利益众生的数量 是没有办法用 树木来计数的 因为所处的 四方世界 人家都 其他次元的世界 是我们不可知的 所以我们宇宙 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 众生是要用 什么样的数量 也是没有办法 可以用数量 可以去计数 所以众生戒不可穷尽 我们在佛典上 都有看到 众生是不可穷尽 所以因为众生 所 他所造的业 没有穷尽的关系 所以众生 没有办法穷尽 所以乃至 我们都说 众生戒 未空的关系 所以我们利益众生是 所以佛利益众生 是横食不断 所以地上菩萨 他所发的誓愿 众生度得尽吗 是不可能度得尽的 所以才会有过去 现在未来佛 受寂 所以未来佛是不尽的 所以如是佛的圆满功德 以何来转法轮 在何处转 量 几何 转几时 才可以转得尽呢 所以这些佛的事业 是如此的 功德无量 所以我们可得而知 跟声闻 原觉比较的话 他是不是他的 功德量无尽 因为你看像声闻的话 阿罗汉他是已经 入无欲涅槃了 他就不再度众生了 可是佛成佛了以后 他是不是一样 一样 一直在度化众生 所以佛他的事业 是没有穷尽的 所以以此为 佛他是不思议 圣神变化 所以用161首寄宋来解释 那这样各位有没有 一而再再而三在解释 你看 那个 菩萨他们是 在解释事论的时候 是一而再再而三 是告诉我们 所以佛他的广大 是不思议的圣神变化 就以这一首寄宋 跟上一首寄宋来解释 一个真上变化 一个是圣神变化 这样各位了解吗 这样160跟161首 都是用这样子 一而再再而三 各位菩萨不要觉得 我这样子 一而再再而三解释 就是要让各位加深印象 而且有时候 我们就是由这种 一而再再而三解释 让你们可以了解 去抓其中 一两句你们能够 可以了解的 所以很多他们就是 悟到的 我们所说的 一些圣者 其实他们有时候 像天台中那个 这者大士 他也是为什么 他可以就是 就是参就 就是在 他在过去世 也是在灵鹫山 也是有听闻 佛所说法呢 他也是只是 从经典上的一两句 然后让他 得以证悟 有没有证悟我们 不知 可是我们要以此 以这种 来学习所有的 我们佛的 佛的 义礼 你看佛的 义礼 它可以让我们就是 冲中 我记得我在 我在那个出家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我的 就是 我们 我们那个 我的同学 他们应该知道 其实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我是很 很瘦 没有像现在 这么如此的 福德庄严 我那时候非常的瘦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 刚开始出家 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不用光说什么 就光那个大辽的部分 我真的 真的 就是光要放那个盐 味精 我都不知道要放多少 等到 一道菜已经 已经好了 已经煮好了 其实都淹了 因为你要不断地试味道 你不敢放太多盐 不敢放太多的味精 因为你不知道怎样 就是 可以让这道菜 就是出来的话 可以让大家可以接受 这个味道 所以你就是在放盐的时候 都很小心翼翼 先放一瓢好了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 就是大众 大众的话 一定就是煮的菜 一定都是 分量一定是很大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放多少盐跟味精 所以他那时候 我们要学的 不只是说 只有 就是经义上面的问题 经义上面 我们那时候就是 你看 我们要学习大梁 要学习就是 所有的就是 早晚课 一定 我们都一定都是 要用背诵的 在于我们这 就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就是 进入佛门 就是早晚课 一定要先回背诵 然后你看 我们那时候 已经要准备 要去两年以后 因为我们是 我师父非常的 注重就是 我们一定又 从那个 两年学戒 然后才可以去登 才可以登 比丘尼大戒 三坛大戒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是背诵 就是背诵 是最基本的 就是除了 就是早晚课以外 就是还有背诵 就是戒律 然后才去 才可以去登 那个 三坛大戒 那时候在学习的时候 因为压力太大 所以我那时候 就是 在精神上面 就是有时候 都很容易起烦恼 因为那时候 我们就是有 节下的关系 节下的话 我们就是 像我师父 就是一定 就是 节下的话 一定就是 比较大部的经典 我们一定要持送一遍 那时候我们就是 有共修那个 华严记 那时候我就是 起很大的烦恼 起很大的烦恼的时候 后来我就看到 那个 善才同志 五十三餐 那他在那个 餐这些善知识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自己啊 刚出家 也不是说 因为我 出家的年纪 已经不小了 我是三十 三十二岁才出家 出家其实 我这个年纪 已经不是 已经就是算是不是 很年轻才出家 所以在学习上面啊 一下子就是 要学这么多东西 其实我在精神上面 压力很大 对啊 然后因为又要准备 要两年以后 想要就是登坛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 每天面对这种 你看像我们 我们就是什么 对这种大聊啊 什么什么的 都已经不成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 去掌握一个家庭 像各位菩萨这样子 哇你们真的 我真的是很赞叹你们 对啊 你们面对一个家庭 然后公婆啊 小孩啊 煮饭啊 对你们来讲 根本就是 对我来讲 其实这个是 甚深的功课 因为我们煮出来的东西 不是我们一两个人吃 都是为了要面对大众 然后那时候 我在想说 圣财童子啊 你看他能够在53 他为了要就是 在于法义上面 可以得到他们 真正的意义 你看他走遍了多少的地方 然后一一去参拜 所有的善知识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只是就是 出家遇到这些 这些只是世俗上面 我就没有办法可以 就是可以去融通 可以去圆满 那我如何去证得 去了解就是佛 他圣生的 他的真正的法义啊 所以我们可以在 就是佛的教化里面 可以让我们就是 转化我们的烦恼 就是这样 就是看各位 在于我们这些 业礼上面 可以通达了 两物多少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 我们的这个 所以在于就是 在于转移以后 佛转移以后 我们回到162首寄送 他在这一个部分 就是我刚刚有在讲 就是五根的 这个转移的部分 他就开始从八个式来讲 那他这个162首寄送 是在讲前五根 所以他就是 如是五根转 变化的真上 他这个是 就是于以这个 有肉的这个五根 转成五肉 那他转成五肉了以后 他不是像我们一样 我们眼就只能够原色 在于佛的话 他在于这个五根的力量上面 他是转真上的变化 他就是五根得以互用 所以他的变化是用五根的 五根的力量 转转真上 所以他这个诸根 这个诸意的话就是 诸根通源诸境 然后片 片所作的意思就是 他诸根可以互用 他是等于 他说例如说 我们已经转移的时候 眼根 他就不只是在取射程 他其他的像 生 香 味 醋 他都可以得以互用 而且他可以用词 来照料一切的 其他的根茎 所以字 下次 说 别转变化 就是从162首寄送来说 好 那我们来念一下 162首寄送 他说 如是五根转 变化得真上 诸意片所作 功得千二百 他这个就是 如是依五根 有肉转成无肉 那变化 怎么样的变化 就是如此五根力量 辗转 得以真上 得以真上 好 那诸意片所作 这个诸意就是 诸根 他能够通缘其他的诸境 的意思叫诸意 那片所作就是 诸根得以互用 诸根互用的意思 然后功德千二百 就是一根就具有 一千两百种功德 那如何算 待会我们在 试论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转变以后 转变以后 佛眼根 其他的 其他的例如就是 眼耳鼻舌身 其他的耳鼻舌 身 他都能够兼取 可以互用 色身相为处 五成静的意思 那如是 如是 乃至 生根 就是其他的 耳鼻舌身 这些生根 都能够互用 其他 其他像 眼 就是可以互用 耳鼻舌身 那那个耳的话 就是可以 互用 就是眼鼻舌身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可以互用 那如是 五根 这个叫做 他五根的力量 可以辗转 增上 共获得 一千两百种功德 那也有人 质疑 他说质疑以后 就是这个我们 可以了解 其他的 这一方面的 意义的在 在 在广为 我们可以更加 更加深刻的了解 有人他又提出质疑 各位菩萨 你们没有这样子的质疑 他又说 转一以后 没有能取所取 那佛的五根 如何能够辗转去了别外在的五根 各位有没有这样子的疑问 就是转一以后 既然没有能取所取 那佛的五根 如何能够辗转去了别外在的 这些五根呢 射身相会处 这五根呢 意思是这样子 他就是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我们能取的眼根 跟所取的射净 这是因为我们凡夫有漏的关系 有漏的第八事 前不是 这第八事是指所有的 从前五世家 第六世家 第七世家 第八世 他的能取所取 他习气所显现 所以我们眼睛啊 眼睛不平等嘛 所以我们看 看人的时候都不平等 只看到自己 所以他所 所取的习气所显现的 严固 所以我们的眼视 所显的 他只能够取外面的射尘 我们的眼睛就不能够取深尘 对不对 也不能够取 那个 我们也不能够取像鼻子 未尘 好 这个是因为我们颠倒执着的缘故 那在于佛 佛转意以后 他就净分了 就是灭尽了这个所有的 这些有漏的种子 所以他才得以 诸根互用 好 我们再来看世 这个世 162首祭送 他是主要是在讲五根转 就是在讲前五世 就是严等五根转移清静的时候 得到两种真伤 好 我们来看世 此际显示 五根变化 此变化得二种真伤 一者得诸意片所作 为一一根 皆能互用一切尽结果 二者得功德 千二百 为一一根 各得千 各得千二百功德 好 这个是讲五根转 第一个 他所要显示的就是 一一根 均能够互用 其他的鱼根 就是严根能够互用 鼻舌身 耳鼻舌身 所以一一根 均能够互用 这叫做诸意片所作 就是诸根得以互用 可以获得千二百种功德的 殊胜圆满 所以在转移以前 有眼根 只能够取射成 对不对 所以不能够取其他的境界 就是 取其他的耳鼻舌身的境界 所以在转移前 是不能够 去取得其他的 可是在转移以后 眼根就能够取得 射身相畏处无尽 所以他能够 骗见一切根尽意 那千二百功德呢 第二个意义 就是以眼根为例 我们六方 东西南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六方 他又可以 每一方又可以去取十方 那是不是六乘以十 那其他的 像眼根的话 那再取其他的四季 再乘以十 所以一千两百功德 以这样子来说 两百四十功德 两百四十功德的话 那五根的话再乘以 两百四十个功德的话 就是一千两百功德 这样各位了解吗 六方 每一方又有十方 六成十 那以眼根来讲 他是不是 再取其他的 他除了自己的舍 他是不是还有 身相畏处 四个 再乘以四 是不是两百四十 两百四十的话 那以五根 五根要有彼此的身 五根再乘以两百四 是不是一千两百功德 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讲 一百六十三首寄送 好 我们已经讲了五根 五根得以互用 初根互用以后 我们再来讲 第六诗 好 我来念一下 前面的话 前面的话再补充一下 我们能取的眼根 身根索取的色境 我们刚刚有在讲 说转异以后 没有能取所取 那佛如何能够辗转 了别这个外在的五根 还没有讲完 所以我们在于能取的眼根 所以佛在转异以后 佛 净焚了八世以内 所有的油漏的种子 那只是不是只剩下 油漏种 净灭了以后 是不是只剩下五漏种子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再有能取所取的 这些颠倒执着 所以所有的设法 就犹如大圆禁制的影像 也一样 就是像禁止一样 它就是显发它禁止 清净光明的一面 那我们会执着就是 我们当我们就是在禁止 前显示的时候 我们就是指着它 第一个就是我 我们看着它 我们就想 今天禁止里面的那一个 它所造出来的 我 是不是今天是不是完美的 是不是脸上又多了一颗痘痘 这就是能取所取又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为世的时候 是要 静灭能取所取 我们就是对于 镜子里面的影像 我们看到镜子里面的影像 我们就一直为我 我们会看今天穿着 到底是不是完美的 然后就起 开始起 是不是今天看到 今天自己的气色很好 心里就愉悦了 感觉上年轻了十岁 是不是开始能取所取 所以是不是就像是的影像一样 是在里面取了 能取所取向 开始起了喜欢不喜欢 那这样子的例子 你们可以了解吗 所以为世是在内 不在外 这样了解了吗 好 大人镜子中的影像一样 所以影像跟镜面 是不是我们要靠着镜子 才可以造出我们的形象 然后才取执着 好看不好看 所以他这个影像跟镜面 是非一非一 我们离开这个镜子以后 就没有这些影像 所以这个就没有能取所取的分别 所以没有 我们要是没有这些影像的执着的话 所以我们才可以任运的 这个镜面才可以任运的 忽来忽现 忽来忽现 对不对 所以他才可以任运的运用 好 这个就是各位在深刻的 在把那个班长 他提出来的四个问题 在好好的运用一下 所以慈清菩萨说 这162首祭送 是显示五根的变化 要说转一以后 佛前的五根 他是能够互用一切的境界 例如眼根 他不单单只是取射镜而已 他还可以通过眼根 然后能够听 能够闻 能够触 能够藏 所以如是前五根 就是各自能够增上 我们刚刚算过的 240乘以五根 1200种功德 各自显现 好 我们再来讲的 讲下一首祭送 163首祭送 我们念一下 如是一根钻 变化得真上 极尽无分别 横水变化喜 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首祭送 他第一首祭送 主要是在讲第六诗 一诗 那一根 一根转 又是莫那式 好 其实应该赢 这一首祭送不是第六诗 是第七诗 然无莫那才对 五根更正一些 是莫那 莫那式 有肉转无肉 所以是如是 一根 一诗是第六诗 一根的话是第七诗 这是莫那式 有肉转无肉 变化得真上 那极尽 就是 静的莫那式 没有分别的话 极尽的莫那式 没有分别是 离聚生无法直取 聚生的无法直取 那横水 他就会有佛的什么 变化身的共行所作 好 那这个一根转 第七莫那式 我们就是待会用那个 当一根转一的时候 它是气舍分别致他的 我们是不是第七诗 是不是我吃 第八诗的见分 其我吃 我见 我慢 我爱 当我们成佛的时候 是不是正德 正德什么 平等性质 恒常跟前六诗 所转一的妙观察制 因为它是因地转 跟第六诗的 所转一的妙观察制 因地转 到了果地的时候 才可以跟 前五诗的成所作字 跟第八诗的大元旗制 在于果地转 它在于 和与第六诗的 所转一的妙观察制 一同现行 这样才可以 试见种种 他受用身 那第六 第六没有观察制 是什么 是受用身一样 这样子 他试现种种的 他受用身 跟他受用途 这样静位来静 才可以以纯善 纯善的心 无分别的 平等性质 才可以平等的利益 一切的众生 这就是第七 平等性质 好 那我们 义根 这个是指 第七诗 那为什么叫义根 因为它是第六 义诗的所义 所以才证为义根 那以横省 诗良第八诗的 见分为我 我所 这个特性 所以当修行人 他生起无漏 无分别制的时候 他就能够断除 能所恶取 才能够见到 所以他的无漏制 和大卑的平等性 是一直辗转真上 所以当菩萨地 增进的时候 增进的时候 那转一成佛的时候 那就是涌断 我们第七诗 内恶障 有漏的 我跟我所的种子 就是什么 我吃 我见 我慢 跟我爱 那他就会转一成 无助涅槃大用的 平等性质 所以他能够连结 无肉的第六诗 在于阴地上 就是 转妙观察制 一起活动 所以他能够 起现出来 就会是他受用神 佛的他受用神 跟他受用土 并且以 无漏制 去观一切法 对一切的友情 平等 平等 所以进未来记 因为他平等的关系 所以他进未来记 才可以利益 一切的终身 所以他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什么 能够所做的 我们有办法是 一切的长者 女性为母 男性为父 是一切平等辈 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吗 还不能吗 可是要慢慢的 慢慢的 我们要以这样子的心量 这是我们的菩萨 我们都 我现在都称各位 为菩萨 我们现在要以菩萨行为 我们的基础 基础 所以在宋宋的 极尽无分别 是形容 清净的平等性质 就第七诗 所以横水变化形 就是能够 进未来记 我们能够 利益终身 好 这是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三首 祭颂 我们来看他的诗 好 我念一下 诗言 此记显示 随意根变化 意根未染 无诗 就是莫娜诗 也是第七诗 由此转故 得极尽五分别致 横与一切变化 随行 共所作故 好 我们来看这一首 祭颂 这一首祭颂 是显示 有漏 莫娜 转成无漏 平等性质 的变化 那一根就是转 就是为 养污 莫娜的意思 那由此 有漏 转成无漏 的缘故 那得 清净的 无分别致 就是离二曲 能取 手取 那横与一切变化身 随行 共所 造作的缘故 好 那这一首祭 那这个是 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第七 叫做 软乌莫娜 在于我们凡夫帝的话 叫做 第七 软乌莫娜 软乌莫娜 它是以什么 为 我们都会背 八式规矩 很省 施良 固 很省 施良 因为它很省 施良什么 很省 施良 阿奈耶士 第八式的 见分 所以才叫做 软乌莫娜 它是很省 施良 软乌的 阿奈耶士 的见分 为我 然后起 我爱 我见 我慢 我吃 适中 那如果是说 所以我们这个 莫娜 它是 虚妄 软乌士 虚妄 软乌士 所以叫做 软乌莫娜 那佛的话呢 佛的话 它就离这个 巨生的 这个 巨生的 我法的直去 这就是 第七 莫娜 这个我爱 我吃 我见 我慢 就是巨生的 我法 那义根 这个 这个 这一首 寄送 我们所要显示的 就是第二个 义根 转 义根 转 那以大声的 观点来说的话 莫娜士 就是义根 就是义士的 所义 所以叫做义根 它就是第六 义士 所义的言故 就好像我们眼根 我们眼根 是不是眼士的 所义 所以义士的 所义 就是义根 就是第七莫娜士 这是基本的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首 寄送 好 寄曰 如是义 受转 那个义的部分 加个顿号 你们会比较好 了解 如是义受转 变化得真上 净土如所欲 受用皆献 且 好 这个寄送的话 是第三个 义受转 义受转的意识 就是 如是 这个义 这个义就是 五成敬的意识 五成敬 它是受到什么 受无欲受转 所以变化得真上 那 净土 如随心所欲 所以受用 就能够 现前 怎么说呢 好 这一首寄送 它的意思就是 当佛的前五式 转一变成成所 做志的时候 就能够依众生 不同等级 的福慧 的福德 不是福慧 的福德 为什么 有的众生 贪多 有的众生 称多 有的众生 吃多 它是依众生 不同等级的福德 随欲 变现出 清净程度 不同的 变化图 所以 所以释迦牟尼佛 它的变化图 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的 沙坡世界 污秽的沙坡世界 的国度 那是因为我们 众生 业力所限 以及在变化图上的 一切上面的受用 这一首寄送 它就是为了要 利益 没有见到的凡夫 佛转意以后 佛的前五事 无漏的种子 它就会转得什么 成所作指 果地上 它是依凡夫修行的 程度 随移变现清净 和丰饶程度 就是因为我们 众生所种福的不同 所以它国土 富饶的程度 是不是不同 我们四大洲 最有福报的是哪一洲 北聚如洲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不能够 我们发愿 如果是说 我们在寿生的话 一样要到沙坡世界 而不是到北聚如洲 它就很像是 我们天人一样 我们的福德 福德要是想尽了 是不是就会 五衰向线 就是它身上开始 上面的那个 中年的花朵会枯萎 身上会出现出臭灰的味道 然后宝座也没有办法做 五衰向线 就是北聚如洲也是一样 你的福德 用尽了以后 就像我们银行存款一样 我们银行存款 将里面的存款 用尽了以后 你是不是没有钱 可以得以运用 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的福德也是 它这个就是 当佛的前五式转移 成变成成所作诸的时候 佛能够依众生 不同等级的福德 随意变现出 亲近程度 不一样的变化图 所以才有四大洲 以及在变化图上的一切 我们在与这个地球 所受用的一切 当我们 我们众生啊 业力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觉得 很多 现在所有的专家 是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节约能源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都 所有的专家都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为了下一代 节奏我们的能源 因为水是用得尽的 而且现在我们地球 目前都一直在暖化当中 所以当我们下一代 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子 各位可能在我们 台湾净土 有时候像我们 有时候没有电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种种不同的变 不同的不方便 更何况 以后的众生啊 当我们现在就是 越来越暖化的话 水资源一定不够用 所以我们现在都一直 提倡绿能绿能啊 这不是口号 是我们要 应用在生活上面 能够节省一点 我们就是帮后代 增加一份的福者 所以 佛是为了利益 未见到的凡夫 专业以后 佛的前五式 无露种子 就会转得成所作制 那他佛转成 心静的成所作制 是因为依照 凡夫修行的程度 所以就变现出 清静和风扰程度 不同的变化生 跟所依的受用 例如修行好的凡夫啊 他就能够居住在 比较清静 而且遇到好的善知识 他就是会居住 在比较清静的佛刹 和享用到比较丰饶的 像我们 真的要把握 我们这一辈子 好不容易就是 可以投胎到台湾 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 你看像我们 就是在目前的话 疫情的话 我们在其他的国家 听说你要是 在那个 根本就没有什么 所谓的劳保健保 他们在医疗资源上面 是非常的 缺乏的 听说他们就是 就是 为什么就是其他 我们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 整个那个 疫情才会散发开 因为其他国家的 我们的 国民啊 他们 在国外的话 他们的那个 医疗资源 其实是非常匮乏 然后而且 听说他们的费用 是非常的高啊 那我们这边没有啊 我们这边在于 劳保健保 一直都是 我们政府啊 他们就是 他们的 德政的问题 的关系啊 可以让我们 可以享用到 所以我们 在于 在于就是 医疗这一方面 各位啊 不要没死啊 去领了一堆药 这真的就是 一种浪费 就是在自己 身体 就是 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充分的 可以利用到 我们的医疗 医疗的这些 资源 可是我们要能够 就是要能够 懂得要珍惜 真的要珍惜 就是 虽然说我们知道 可是我们就是 在做的时候 要能够一一的 如法的实行 所以在这一首 寄送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解释 这一首寄送 此寄显示 转意 受变化 所以我刚刚 在寄送的时候 我说 要加一个顿 它是在转意 跟受变化这里 那意是什么 这个意 就是为五尘 那这个受 就是为五事 那由此二转 岔土清静 所欲献前 随意受用 好 我们来解释 这一段诗 那这一段诗 再讲 那个 解释 意受转 意的意识 就是五尽的意识 五尘五尽 五尘静的意识 那这个受的话 就是五尽 然而彼是身的意识 那五根式 与摄等 就是摄身香味醋 在转意的时候 我最爱念 白句语的 花灰 花灰 花物 非物 好 各位 体验一下 好 它是能够 随遇受用 根式的境界 这很像就是 如同我们 这个清静的岔土 获得所遇受用 皆如愿 皆如自己的愿望 现前的自在一样 我们可以自在地 因为我们 也不会就是 有所谓的 水的匮乏 电的匮乏 这样子的意识 它因为我们的功德的 因为佛 所以佛的一毫光的功德 我们出家中 就受用不尽 所以不进根式 在未转意前 叫做不进根式 就是染污的部分 它的除了 治所取外 我们不能够取语法 所以我们不能够 诸根互用 例如言所对 就只能够是射成 这我们刚刚在上一个 首句的时候 可是我们在转意以后 每一个根式都能够了知 其他的根式的境界 所以它的可以所欲 任运自在 可以任运自在 所以所欲现前的时候 可以任意的受用 好 这一首它解释 所以所欲现前 谁欲受用 甚至你看它的经文 它表达的方式 是不是次第 都有连接 所以我才说 你们在了解 这80首寄送的时候 也是要这样子 如此的连接下来 连接下来 它的意用 全部都是有连接性 好 那我们再来看 164种手寄送 好 164种寄送 好 设立佛尊者 曾经对佛陀的国徒 提出疑问 我刚刚有讲 所以十方的诸佛 都是庄严 也是可以来讲 这一首寄送 我是加身各位 对这一首寄送的 那个 意识 所以 在阿弥陀经 有五拙二世来讲 各位也可以应用到这里 这一首寄送 那各位 我用这个来 来提示你们 就是圣地佛对佛陀 国土提出的疑问 来了解这一首寄送 还有用五拙二世 好 来了解这一首寄送 好 各位 各位菩萨回去的时候 好好地思维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再来讲 一百六十五首寄送 好 我念一下 既曰 如是分别转 变化得真上 诸至所作业 横实无爱行 好 如是分别 这个就是在讲 分别转是在讲 第六诗 第六诗转 那佛变化得真上 就是 无露至所作业的真上 好 就是 那诸至所作业 就是无露至可以引发什么 无露至可以引发神通 所作业 所以横实无爱行 无爱行就是一分别是 转成无分别至 好 叫做无爱行 好 这个比较那个 那个 他的意理在是的部分 他会讲 所以在这个第165首寄送 他是在解释 分别转的部分 所以第六分别意识 转一以后 就会获得 对一切 所知法 横实无爱的智慧 且对于显现的化身 诸所作业 也能够无爱自在 好 那我们用下一首寄送 来解释 好 诗曰 此即显示 转分别变化 分别为意识 由此转过 诸智所作 一切实变化 无有变化 好 他这一首寄送就是 这一首寄送显示 有漏 转无漏 第六识 有漏转无漏的真上 那这分别 就是第六识 意识就是第六识 那 那由这个完全转移的缘故 所以 因为有定 定的关系 所以 他就可以显示出神通变化 那一切实 就是横实自在的 他就可以陷起神通 没有障碍 所以诸佛的第六识 转移成妙观察制的时候 他是由有漏 转成无漏的实 他就能够无碍的去观察 诸法的实相 所以才叫做没有观察制 他可以无碍的去观察 诸法的实相 和诸法的现象 能够横实自在的起 什么 献神通 来利乐 他献神通是为了 来利乐友情 那我之前也有跟他讲说 我们佛法的神通 不是 不是拿来 让你显现 你利害之典 你一旦现神通 佛规定一定要入 入灭 好 再看 166首祭送 我们念一下 如是安利转 便化得真上 祝佛不动聚 不助于灭盘 这首祭送 是第五个 安利转 安利转是所依是什么 阿赖耶士 第八世 这个就是 如是是显发 安利是第八世的共变 他是在显发世间 所以是第八世的共变 那变化 也是一样 有漏转无漏的真上 那祝佛 祝佛这个 这一句是以 安利器时间来说 那不动聚的话 他是 依无漏法界 不助生死 那我们都会讲说 不助生死 不助灭盘 那他这一句是 讲不助生死 下一句又讲 又不助于灭盘 这是佛的境界 好 所以这当佛的第八世 转移成 第八世设施 转移成大远禁制 所以第八世 转移成大远禁制的时候 他就是 能够摄持一切的 无漏种子 然后他能够 献什么 至受用生 跟至受用土 那除了 以真如为 自信生以外 他又安住于 无生的 真如的法界内 还能够结合 结合 前五世的什么 成所作制 第六世的妙观察制 第七世的平等性制 然后随这个 来示现种种的佛身 跟他的佛土 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佛是不助灭盘 所以才叫做无助灭盘 这样大家了解 所以僧文中的安利 西方学者 我们都称为 阿奈耶士 但世青菩萨在 论事里面说 安利是子 我们下面会写 是七世间 这是没有矛盾的 因为我们第八世 变些什么 种至 有根生 跟七世间 所以第八世的作用是 摄持 种子 根生 跟七世间 这个各位要了解 那诸佛断境 烦恼障跟所知障 以后转移成佛的时候 都是以真如法界 为自己的自信身 助于真如的法界 这个从刚刚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样说 好 那我们在与世青菩萨前面说 一百七十三七 一百三十七宗的时候 有讲 彼处如来住 不动如山王 大家看一百三十七宗 的时候说 如来转移是 住在于无肉的界处 如山王 阵地 安住不动 跟这个 稍微 对照一下 此外 佛虽然有 无肉 置诸于真如 那因为往昔所发菩提心 愿自他都能够成就佛果去修行 所以 佛的事业是什么 成熟一切的众生 让众生都得以成佛 如是因果等流相续 就算成佛转移以后 尽未来即 利乐有情 所以他不住涅槃 所以佛是什么 正得无住涅槃 他就是不住于涅槃的意思 那这个剧的话是指 气世界 不动剧的话 什么叫做剧 剧就是气世界 那不动剧的话就是 佛住于无肉的法界 叫不动剧 好 各位菩萨再让我把 这个剧讲一下 很快 因为你们剧 你们那个剧 已经知道的话 事就没有 事曰 此剧显示 转 安利变化 安利为气世界 由此转故 祝佛不动 无肉法界 得不波涅槃 恳起真相变化 他这个剧就是显示 有肉转无肉 叫做安利变化 这个安利叫做气世界 好 那佛住 不动 无肉法界 就是佛住不住 生死 又不住涅槃 所以他是无住 涅槃 那横起真相的变化 都是为了 佛都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安利 主要是 所依是阿赖言士 安利的转依实 他是安住于 如来不动的 无垢法界 获得不住生 实义 不住于涅槃 两边殊胜的功德圆满 获得妙志在 好 各位菩萨 我们就是讲到 166首寄送到现在 就是讲到完 完毕 最后这一首寄送 底吐如来 住不动 如山王 就是佛 如来都是 住于无肉的界处 如山王 正住 安住不动 只有137首寄送 那佛虽然是 由无肉制 住于真如 那往昔是因为 他依发菩提心 愿至他君 就是我们都能够成佛 如是因果等流相续 所以佛成佛转意以后 尽未来寄 他是利乐 有情不住涅槃 好 各位 我现在就是讲到 这里为止 好 各位 就是我今天所讲的 那个问题的部分 各位回去再多思维 好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向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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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